顶兴黑心油的案件风暴持续扩大 张检接获了现报 顶兴的越南进口商大幸福公司负责人杨振毅 除了进口饲料油给顶兴之外 还将这些油品转卖给台湾十多家业者 不过呢 今天食药署出面表示 目前掌握到的资料 只有顶兴 振毅 还有永成这三家公司 屏东东港到小琉球 居然是变成了水上摩托车的赛道 这次民众拍到有这个民众呢 从东港骑车 骑这样的水上摩托车 一路飙到小琉球 不但是影响到船只的安全 再加上小琉球是绿溪规的保育地 依规定600公尺之内都不可以使用水上摩托车 这样的行为令当地的民众非常痛心 有123 4艘 然后他们现在在竞争 跑超快的 大海上水上摩托车高速狂飙 原本只有一步 再往后看 后面还有三步 紧追在后 哇 它开得太快了吧 它根本都没有停下来 这很危险耶 哇 这边水在玩的 我们这边小琉球是禁止水上摩托车的 这四步水上摩托车 疑似从东港一路飙到小琉球 摩托车上 业者后面还再有乘客 问题是 为了保护绿溪规 小琉球海域600公尺远 早有规定不得骑乘水上摩托车 夸张的行为 看在当地居民眼里相当气愤 我们以血液游去合同管理办法 规定我们是属于非动力区 也就是说你动力设施在进入小琉球 目前是尚未开放 除了破坏绿溪规的生态 也会影响船只航道的安全 民众要享受海上标速的快感 却没有遵守相关法规 自私的行为 当地居民大力谴责 记者吴国珍 陈伟军 频道报导